各位同学大家好,这一章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,终于把希罗和JWT整合进了加瓦项目,下面咱们就来回顾一下其中的重点内容吧。 我们往加瓦项目里边整合希罗和JWT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工作,比如说我们创建了JWTUTO类,用来生成和验证令牌, 然后创建了令牌封装类,Rim类,媒介类,Filter类,LP切面类,以及希罗Config类。 这些加瓦类的作用我们在下一章才会看得到,所以各位同学在下一章跟着我认真地去写用户登录的功能吧,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章配置的希罗和JWT它们是怎么发挥作用的。 另外,令牌刷新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,我们采用的是RADIS缓存令牌的方案, 那么判定什么时候该刷新令牌,什么时候应该让用户重新登录。 其实,RADIS方案比刷令牌方案并没有难多少,只不过就是多出来一个操作RADIS的步骤而已。 至于说两种方案生成的希令牌,都是要通过媒介类和LP切面类,绑定在R对象上的。 这一章我们最后完成的任务是精简了一下返回给客户端的一场消息, 没精简之前,后端项目返回的一场消息包括了执行站,内容是非常多的。 但是精简了之后,返回给客户端的一场消息就非常的简明而要了。 好了,以上的这些就是我们在这一章完成的主要任务。 俗话说,磨刀不误砍柴工。 我们把Supreme Boot项目配置好,那么下一章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去写业务模块了。 各位同学,咱们下一章再见。